烟火流云已纷飞 刀枪豪战壮士威 我心勿为黄尘染 浑流太行至此灰 这是甲午战争以来 日本侵略者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将士们敢打必胜的信心 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立正 今天 公元1937年 九月二十五日 是震惊中外的一天 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 因为今天 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 班园师团给打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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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平行关大劫中的一幕 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而今天介绍的影片太行山上 集中反映了八年抗战中的几次重大战役 从平行关战役 杨明宝战役 到击毙日秋阿布 闺秀中将的黄土岭战役 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战争的情景 太行山上动用了一百多吨炸药 八千余支枪械 八百余辆战车 五百余架直升飞机 十万部队官兵 一百四十多个数码科技制作的场景 成为数字特技战争场面最多的国产大片 1937年7月 新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 平坚实现 华北危机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 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 至此 攻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 朱德总司令奉中央军委命令 东部黄河日夜兼程 奔赴抗日前线 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元征四郎和第10次旅团长 依据中国的一句话 俄太行者立于不败之地 板元师团计划从山西来个大迂回 吃掉整个中国华北地区 第一旅团长阿布归秀 认为占领太行山就是斩断中国人的脊梁 朱德总司令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 第二战区沿西山的驻地 直接开门捡山 准备在平行关打一仗 歼灭日军一步 打掉日军的嚣张气焰 平行关地事件要 是一个打伏机的地方 也是百元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 此次八路军可投入的兵力有三万两千人 也就是说五虎上将全部到达 指挥这次平行关战役 当朱总司令说到 让严锡山的部队 配合林彪1115师 堵住日军的逃路 严锡山顿时才知道 此次朱总司令来的目的 另一边林彪的1115师 已经到达埋伏地点 郑伟聂荣真告诉部下 日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这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因为日军的自重不可能从天上飞过去 只能走公路 这一仗也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 虽然需要有军的配合 但也不能全依赖他们 要做到以防万一 林彪很坚定地说 没有他们 这个仗也打定了 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高贵兹 认为八路军光靠勇气和胆量是不行的 部队投入实战 是计算兵器一次骑射的火力 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 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 你们1150全部是老套筒 汉养造 怎么打 平行关是近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 两侧丰丸迭起 陡峭险峻 左侧有东跑池 老爷庙等至高点 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 平行关山口至灵秋县东河南镇 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 地势最显要的是沟道中段 长约十多里 沟深数十丈不等 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 能挫车的地方极少 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 是伏击间谍的理想地 在平行关一带的桥沟 是日军的必经之地 所以桥沟就被1150首长确定了伏击点 于夜 1150-685团团长杨德志 命令部队不停息地赶路 兵贵神速 才能做到出奇制胜 下雨天遇到了山体滑坡 他留下一个连进行抢救 其余人员继续前进 而另一边的板员师团 也在马不停蹄的开赴平均关 行径中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 1937年9月25日浮晓前 第685 第686和第687团 全部进入玉浮阵地 而嚣张的日军板员师团 排成一字队伍长驱直入 没有派遣侦察兵 也没有掩护部队 这是赤裸裸地不把当时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以第3441步隐蔽进入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 师指挥所则设在沟东南 便于观察指挥的山头上 此刻第1150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日军此时也进入了埋伏圈 当日军先头部队走出谷口 资众部队进入伏击圈的时候 师长林彪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这次平行观战以纳开帷幕 115师685团 686团 687团同时开火 步枪 机枪 手榴弹 排击炮的火力倾斜而下 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顿时打得毫无戒备的敌人人仰车翻 一片混乱 趁此时机 八路军对陷入混乱的日军 实行分割 包围 与敌进行白刃格斗 当日军得知遭到埋伏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一些散兵游泳 为了抢劫物资 而设下的埋伏 第五师团长板员 随即下令 消灭这股散兵游泳 但在部下的建议下 板员还是请求空军支援 为了遏制敌军的猛烈轰炸 师长林彪 下令让部队和日军搅在一起 让部队冲下去 和他们搅在一起 此时的一处至高点老爷庙 成了日军的争夺对象 林彪下死令 让六八六团的李天佑 死守老爷庙 绝不能丢 至此 双方展开了最激烈的争夺战 战斗打响后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高贵兹 竟然撤离了林彪的侧翼阵地 日军的援兵已经开始向这里突进 好在林彪提前有了准备 早就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带 阻击日军的原敌 副总司令彭德怀 命令林彪速战速决 尽快撤出战斗 这一战对于八路军非常重要 朱德总司令亲自赶赴平警官 敌人第十一次冲锋 部队没有子弹了 我们即身揉摸了 不惜代价守住 守军子弹全部打光 所有人上刺刀 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也正是这些不怕死的战士 用自己的鲜血守住了高地 这一战才取得胜利 战役结束后 在打造战场的时候 一个卫生员在给日军包扎伤口的时候 却被伤兵杀死 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战斗 桥沟伏击战结束 1150也付出了伤亡600余人的代价 200多位战士 常年在近北这块热土上 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 第21旅1000余人 还击毁汽车100余辆 马车200余辆 缴获步枪1000余支 机枪20余艇 火炮一门 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朱总司令在重将士面前 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 是震惊中外的一天 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 因为今天 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 班园师团给打败了 将士们喊出的口号 响彻山谷 这一战八路军在山西 算是站稳了脚跟 战后的八路军也总结了经验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 信奉武师道 打仗时也是不要命的主 知道战役结束 也没有抓到一个俘虏 1937年10月13日 新口战役打响 这次战役是由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严西山 副司令黄少洪 朱德 魏力皇 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 新口战役打响后 日军的飞机对战场实施了猛烈轰炸 使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那么在这里出现敌机的频率来看 日军的飞机场也不会太远 于是朱总司令命令刘博成 找到敌军飞机场 将其打掉 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连奉命执行这个任务 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 隐蔽地进入戴建南杨明堡飞机场 突然发起进攻 经过一小时激战 殲灭日军100余人 击毁机伤飞机24架 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另一边的贺龙师长在燕门关 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彻底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 这样魏力皇在新口的日子 总算好过了点 在新口战场浴血奋战的士兵 此时的压力减少了很多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八路军兵分四路 在近东北、近东南、近西北和近茶季 建立了四个根据地 此平行关打劫之后 彻底打掉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至此 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 但日军也派遣重兵 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敌太原 在燕门关和娘子关 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 战场上 国军士兵被迫撤退 但后面的督战队向他们射击 反正都是死 还不如死在日军子弹下 还能捞个烈士 于是他们 又返回与日军展开了激战 在燕门关的八路军一次又一次 打退了日军的猛烈冲锋 但伤亡也损失惨重 贺龙命令团长贺炳延 一定不能放过一个鬼子 因为这里是太原的北大门 必须守住 张家辉饰演的716团团长贺炳延 是一个抡着大刀的独臂团长 此时的他已经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 国民革命军地九军军长郝孟林 代替战死的旅长之物 亲自到达了战场 他也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在新口会战中壮烈殉国 将有必死之心 事无贪生之意 这是军长郝孟林亲自上战场之前 激励重将士的一句话 杨子冠失守后 上级命令燕门关的贺炳延撤离战场 虽然他心有不甘 但还是遵命撤离战场 日军的猛扑很快突破了 延西山的第二个防线 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向南转移 但延西山辛辛苦苦记载下来的家业 就这样撤离 他心不不甘 1937年11月2日 延西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提出保卫太远 移城野战的计划 傅作义虽之其不可为 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挺身而出 毅然请命 11月3日 兼任太远守备司令部司令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 全军将士闲保决心 奋勇抗敌 11月8日 日军突入城内 傅作义率部突围 撤至十楼一带 由于撤离林本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朱总司令命令副参谋长带领两个连 阻近南下的日军 而他和彭总只留下一个连保护 此时的延西山已撤退到陕西丘陵 魏力皇撤到河南洛阳 朱总司令决定不过黄河 就在太行山上与日军打游击 由于日军破译了八路军的电台密码 朱总司令走到哪里 日军很快就能到达 为了营救被日军抓起了百姓 朱总司令只能打开电台与刘邓联系 但这次他们是用的俄语 日军却一点也听不懂说的什么 772团团长叶成焕离朱总最近 叶成焕很快到达村子 解救村民的战斗中 他不幸重担身亡 朱总司令得知他的死讯后 命令部队要彻底打掉这部日军 民兵崔队长急赶红英枪 杀得日军无路可逃 李右斌饰演的第94师师长朱怀斌 不认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他认为就是在日军敌后打打游击 但朱总司令却用一句话 使他哑口无言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 那种战法能打赢 他就是好战法 在这艰苦抗日的环境中 八路军缴获了不少日军的枪炮 在黄岩洞兵工厂 一些从北平过来的大学生 也开始仿造日军的大炮 日军蒙古驻屯军阿布归秀 此时已到达河北 但他很快攻入进茶几边区府邸 在他眼里 八路军的游击战法 到他这里就失灵了 因为他以用一招相同的方法 以游击对游击 以小谷部队对小谷部队 不少游击队中了他的埋伏 而中央军的朱淮兵 也趁机袭击了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 静随军的孙楚 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角色队 根据情报 沿西山和日本人接触也非常频繁 此时的八路军可谓是父辈受敌 行事严峻 时任国军第九十七军军长的朱淮兵 来到了八路军总部 声称要讨还荆州 不让就打 但朱总司令这样回答他 抗日根据地 寸土不让 那你是选择打了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 我一定奉陪到底 真打起来 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百类 一个日本战俘 参加了日本军人反战同盟 阿卜闺秀逼着他跳入了火坑中 临此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 国民党对八路军开始了炮击 但朱总司令却狠狠地教训了第97军军长的朱淮兵 朱淮兵的司令部被围 依照朱总司令的命令 不许俘虏 不许伤他 要礼让地将他送出去 以至逃不了好的国民党 只能又派为立皇和朱总司令谈判 朱总司令在地图上明确地分界线 将全部部队向北撤退 他的这一举动 令为立皇敬佩有加 为了抗日 八路军是可以让步的 1939年11月5日至8日 黄土岭维坚战中 八路军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布归秀 它是抗日战争中 被我军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降临 一轮红日出生 漫山阳光鲜红 雪的颜色 就是我们未曾改变的中国心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